身为五岳盟主的左冷禅有多嚣张 竟在月灵山和林平之的大婚之日 带着玉姬子向天门道人发难 污蔑他勾结魔教意图不轨 要除掉这个阻止五岳合并的绊脚石 岳不群本来可以制止 可他也想促成五岳剑派合并 于是拦住了圣怒的宁中泽 美其名曰忍辱负重 任凭左冷禅迫害天门道人 天门 你勾结魔教 还有什么面目见我们泰山门下 今天我泰山派落在你手中 真的没有面目去见历代祖师 我今天就算死 也要带着去见历代祖师 天门道人攻向了玉姬子 要杀了玉姬子这个叛徒 阻止左冷禅吞并泰山派 玉姬子作为天门道人的师叔 却明显不是天门道人的对手 被天门道人打得节节败退 关键时刻左冷禅出手 轻松帮助玉姬子挽回局势 除掉了天门道人这个眼中钉 多谢左盟主相助 维护正义来是我辈所为 与其掌门你就不用客气了 岳掌门岳夫人 没想到结局是这样 真是对不起了 你该说话 命中则看不惯岳不群的软弱 岳不群表面上十分屈辱 心底里却非常开心 他离五岳派掌门又进了一步 画面来到日月神教 东方不败召集十大长老 表示人我行重出江湖 拉拢了许多昔日的旧部 做出了一个摄日名册 这所谓的摄日 无非就是为了对付他东方不败 而如今日月神教十大长老 竟然有六个归顺了人我行 顺活者圣人 你我者王 东方不败做事霸道 没有查清事实就杀死六大长老 引起了日月神教的恐慌 就在此时 一只信鸽飞到了东方不败手中 写信之人正是灵狐冲 灵狐冲告诉东方不败 他最近遇见的一些事情 将东方不败引为知己 想要和他月下举杯畅饮共罪 灵狐冲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东方不败见灵狐冲还记得自己 又得知灵狐冲与人我行关系匪浅 有了一个夺取摄日名册的计划 划分两头 任盈盈见到人我行的信号 带着灵狐冲与人我行会合 灵狐冲为了任盈盈的安慰 决定和人我行一起上黑木崖 联手对付东方不败 人我行文言很是高兴 他自知不是东方不败的对手 现在有了灵狐冲的加入 杀死东方不败的把握更大 他承诺只要夺回教主之位 就允许灵狐冲与人盈盈成亲 上官云向人我行献祭 东方不败曾下令抓捕灵狐冲 不如让灵狐冲装作俘虏 任我行等人乔装打扮 一起带着灵狐冲上黑木崖 趁机刺杀东方不败 这个提议得到了任我行的赞同 准备三天后执行计划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东方不败抓住了蓝凤凰和田伯光 他用蓝凤凰的性命威胁田伯光 要田伯光帮他夺取摄日名册 田伯光为了蓝凤凰 只好答应了东方不败 随后东方不败换上女装 在灵狐冲的必经之路上 装作柔弱女子欲见两大色狼 引诱灵狐冲出手相救 灵狐冲果不其然出手相救 与东方不败相认 带着东方不败回到客栈 时隔许久物是人非 任盈盈再次见到了东方不败 东方叔叔变成了东方阿姨 灵狐大哥 这位是 这位就是东东姑娘